我说你既然说到那个份上 那我们就大量去见他 你就把那个彩礼还给我 他老婆就这样说的 你说要怎么来怎么去那不可能 我说是你们要把我儿子塞掉了 只说要那个彩礼我已经很厚的了 我们难道就直言了就发了这个彩礼吗 我们还发了好多钱的 这话再聊下去就肯定不高兴 我还说下去 因为他们发生矛盾之后 每一次打电话都是说 你儿子这里不是那里 不是说的一无是处 还连续跟我说过几次这样的话 你们小孩不懂事 你们大人也不懂事 当时我一直我都是冷着 他说你们太计较了 我说怎么我们 我跟你说你就变成太计较了 你的你就是你 那就叫做你你走遍 走遍天下我你称步难行 我自始至终从来没说 他两夫妻的不好 甚至小孩子的脾气不好 我也很忍受 因为人毕竟要成长历练 对吧 他后来再次上门这一次 当天晚上到我家坐到 闹到两点 两点是什么概念 我还跟他说了 你不要这么大声 我家不休息 别人宁静不要休息吗 我多问一点 是在为钱闹得不愉快 还是为谁拆散的 或者说谁结束这段感情闹不愉快 反正责任都是在你们以发 我要的结果就是 一定要要费那十五万彩礼 不是三个字 三个条件 你不要费那 要不你说我走了 好吧 你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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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在了火上 走不了 尊重老师好不好 可以 我不尊重 尊重老师好不好 我问一下 假设那天张先生去的时候 态度是 咱们这个亲家 可能就真的没有缘分做了 接下来我们两家 把这个彩礼的事 咱们聊一聊 看看怎么解决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我可以 可以 可以 心平气和地谈 当时他在发佛的时候 我这样子说了 我们今天不聊了 等你什么时候 能心平气和 我再坐下来 好好聊 可以吧 到后来第二次又塞杯子 我是忍不住了 我说你小孩不懂事 大人一样不懂事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的话 我只能报警 那也就没法往下谈 没办法谈 显然 陈先生不能接受 彩礼全部返还的方案 加上张先生这种 心诗问罪的态度 两位父亲之间的谈判 还是没有结果 亲家最后也演变成了冤家 当看到场上的两位父亲 情绪出现明显对立的时候 律师萧杰拿起了话筒 关于这笔15万彩礼的返还问题 他有话要说 彩礼该不该还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第二个是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但是没有共同生活 那么第三个是婚前支付 导致起夫人生活困难 那么在你们这里面 就属于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双方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原因是什么呢 你们那个时候还基本上很小 办不了结婚证 那么我们在实践中 他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考虑的 那么还多少 这法院是有一个酌情裁量权的 也就是说小张 你们提出诉求15万 是不是能够得到全部支持呢 在目前情况下 可能不是能够得到全部支持 法院裁量的时候 会考虑你们很多情形 有没有共同生活 包括这个彩礼钱里面 是不是包含宴请的费用 还不是说拿这个钱 去买了手机 买了新衣服 或者在哪里租了房子 这里面都是要相应扣除的 今天我们不谈有多少技巧 但是我今天是给陈先生 以及未来可能要结婚的女孩子提个醒 第一个一定是打结婚证 是对你们最大的保护 第二个也就是说 你们所谓的接受彩礼以及支付 尽量有评有据 倘若实在小孩无法在一起了 真要撕破脸上法院 也有相应的证据 其实双方家长都在尽力撮合你们两个 但发现不是小陈无动于衷 我反而发现是小张无动于衷 你可能知道我错了 但是你没有像第一次见老陈 那天晚上讲得那么斩钉截停 你忘记了你当时追那个小陈的初心 你忘记了你当时带小陈去广州打拼 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你忘记了你作为他的男朋友 作为他的未婚夫的一个使命 你连他喝醉了都不立马去赔的 这可不像以前呢 他现在对你最大的失望 是你忘记了你以前对他的承诺 换句话来说 他觉得你变了 不是什么东西坏了就要坏了 一定要去想回去邪恶 打什么报告给他爸爸说 有本事自己解决 出现问题去找他爸爸 搞不定了找自己爸爸 还找过你那个什么哥哥 你是干嘛 来一唱一喝吗 是吧 你上来就一顿胸 这边就帮你做帮手 这种沟通方式让他们非常不舒服 包括老张也是 你给你小孩一点空间 我觉得他会想明白 我的发言目的 主要是想帮助小张 成长为一个真正男子汉 今天你这边指责老陈这边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觉得你岳父 对你女朋友约束太多 管得太多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小陈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孩子 年轻人 我坚决反对他父亲插手 但是小陈才十六七岁 父亲插手 我可以理解 但是方式方法都得把握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到底是不是他父亲明确要你们分手 如果你的岳父老陈有这个动机 他说我不要女儿跟你谈 我给女儿找过另外一个有钱的 比你好的 他今天来的都会来的 能言可畏其实比法律更厉害 你今后可以有辉煌的人生 通过你的努力打拼 还有女朋友 妻子 没有人会指责你说 以前谈过一个恋爱定过婚 但是那个女孩子 小陈 我们必定会有了议论 如果说我们找不到 老陈有这种动机 去破坏你们的婚姻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基于贴标签 说你就要破坏我们 你就要拆散我们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要讲清楚 我另外再说一下 你和小张的感情纠葛 在你的人生长河中 注定是一个浪化 或者说已经是一个过去 你在将来的婚姻感情 重大决断的时候 我希望你是不迷恋技术 不迷恋证据 不迷恋诡辩 而是相信最朴素的善良 相信最朴素的价值 相信最朴素的做事有回应 谈恋爱要慎重 对女孩子凡事要有个交代 相信这些最传统 最基本的东西 最朴素的东西 最初两个小年轻 也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的 自由恋爱走在一起的 双方的父母也都给了 他们足够的支持 让这两个人好好走下去 却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我认为很大的责任 是来自于这两个年轻人 首先男孩 你还生气在女孩子说 你如果要走 我们就分手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你不要走 而你却没有听出来 这是第一点 你第二点抱怨的就是 我跟他发了微信 他都石沉大海 你这就又没有看懂 他其实比了你 他用不回应的方式 给了你一个回应 告诉你 你现在做的还不够 因为如果他真的不想理你 我是直接把你拉黑的 包括你会觉得 他们家人看不起你 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来自于 你自己内心自我的 一个自卑情绪 是你自己内心 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 那女孩也有问题 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点 我希望别人爱我 那我也要有我足够的一个知信 而不是一直耍小心子 如果男孩子前妻 如果抛了一定的感染枝 早安 女孩子哪怕回应一句 干嘛 可能男孩子的心态又会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女孩刚刚说到 父亲每当尊重自己的意愿的时候 她是特别高兴的 可是她又特别去抓狂 父亲老是在追问她 这就是一个矛盾 如果你又不让父亲来追问你 不把答案告诉父亲 又希望父亲尊重你的意愿 你让父亲怎么做 那父亲可能接下来 就只能靠自己的猜测 做出一些 把事情演变得越来越糟的行为 可以看到 这两个年轻人 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 但话又说回来 做父亲也有要成长的地方 比如说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 今后少受挫折 少欲风波 人生可以平坦幸福 那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孩子 做到这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在前面 帮他挡住了所有的困难 帮他铺平了道路 他们于是人生就幸福了 不是 而是我们通过允许他们前期 让自己去闯 自己去磨 自己去投破血流 培养出 解决各种困难的能力 于是他们的人生 就可以平坦幸福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第一 两个大人 重新地拿出 一开始 大家其实都很善意的那个心 心平气和地来处理这个事情 同时 不要再去纠结 对方错在哪里 各自都有错 每个人都来看看自己的错 这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 不是跟他们说教 而是言传神教 谈婚论价是什么 应该是恋爱到了一定的时候 瓜熟地落 而不是拔苗助长 你想一下两个年轻人怎么谈恋爱呢 他是在双方大人的监控之下 然后在婚姻事实的笼罩之下 这怎么谈恋爱啊 即使谈到了所谓的退彩礼 不退彩礼 其实都是婚后恋爱 其实都是透明恋爱 其实都是谈判式恋爱 那当然会产生很多误会 这个时候一对纯情的 对对方充满好感的年轻人 已经开始怀疑对方了 怀疑对方其实就是怀疑婚姻 其实就是怀疑感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议题 就变得尴尬 即使退了彩礼又怎样 不管你退多少 留下的一地狼藉 遍体鳞伤 不退也很尴尬 那我们就说叫未婚夫妻 很尴尬 理论上来说 就应该恢复原状 应该把我们的爱放一放 让他们的爱飞一飞 所以我们首先得到一个原子 彩礼可以定一个 退和不退的额度 把这个基调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 但未必要执行 为什么 让孩子们再走一段 实在走不了了 我们再来执行这个彩礼 怎么弄 第二个呢 重点跟小张说 其实也包括小陈 爱情如果仅仅是一种好感 碰到一些问题 马上就从幸运变成怀疑 从喜爱变成讨厌 那是没有资格去爱的 也没有资格去收获爱情 当你在谈论爱情的时候 情表现得奋不顾身 坚持到底 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怎样 信她 暖她 奔向她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姿态 要收获一个女孩 认认真真的放心的话 是很难的 今天小陈说 回不去了 等等 但是我也注意到小陈 最初的表达 是没希望 这是她跟爸爸说的 我来解读这个没希望的意思 其实就是 我有希望 但我没看到另外的希望 你要好好地去读懂 在我们的调解团队看来 年轻人的不担当 父母的乱作为 都是矛盾被逐步激化的原因 要解决当下的纠纷 吴建云建议 双方可以先确定 彩礼返华的数额 给彼此一颗定心丸 但不是立马就退 同时 可以让两个年轻人 再试一试 能不能走下去 但是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之后 他们还能接受这个方案吗 带着这个问题 观察员徐承康 首先和张家父子 走进了密室 现在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多久没来吧 他个性很强的 他有些什么事情 有没有记者 他不让你睡觉 每天只吃一顿饭 就这样从从缝缝 一个月多 我人都崩溃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对他两个人的 这种感觉也基本上没有了 反正我都不会同意 因为已经到了那个份上 可能有可能的做法 不可能也有不可能的做法 他做的太多 让我真的不能理解的事了 即使他有伤害到你的行为 但也没有说就是刻意的 要来对不起你们 其实你们也有伤害到 他们的话 一样的 小张不想再继续 张先生也明确反对 这门婚事 看来和好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彩礼的问题上 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如果是确定两个人分开 那你们希望这个理解 反正他们看着办吧 不管是多少 大家商量来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好和好善 问题是他说的那些都不承认 认识了他的错误 我不怎么纠结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 哪些地方不好 那今后他们还要吃亏 那我只看我哪里没有做好 我不希望接下来 我再找个儿媳妇 我曾经的错误再犯一遍 是 对不对 那起码我们就看到儿子 你确实是哪里不好 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 等等 你要看到这一点 对 我们重点关注儿子的成长 对 密室里 张先生没有咬着15万的彩礼不放 这也给我们的调解 带来了一丝转机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传员萧杰也和陈先生 展开了对话 小孩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念想 今天可能因为双方父母 因为这个事情闹过 过不去了 还摔过杯子 对不对 其实他小孩来我家闹两次 我都觉得是说是小孩的心 对 我都可以 你觉得是小孩子嘛 那个暗示都不到了 但是 但是有些事情不对可以改 可能正好两个人稍微都有点赌气 一赌就几个月 对不对 给一点空间 考虑他们两个不用考虑 你愿意帮你女儿扛吗 你想过你女儿愿意扛吗 我也没办法 这也是我女儿的意思 他们这样子不按事实说话 天有加刺的 以后我女儿得她这样气 也是一个懒办人 陈先生的态度也很坚决 他也不想女儿再继续这段感情 但是小陈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又会如何看待财力归还的问题呢 为了不给各方留下遗憾 更好的解决问题 张婷决定 再单独问一问小陈 真的不想在一起了是吗 对他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蔡莉这个事 怎么样你觉得比较合理 一部分 你觉得退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觉得他们还带我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退一部分 还是说他们有对不起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不能全退 大概是哪样的想法 都有 小陈虽然也想放弃这段感情 但在彩礼的问题上 他认为可以退一部分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陈先生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双方又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好聚好散呢 密室结束之后 答案即将揭晓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金牌调节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迷失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厂上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发生在这种地步 既然都说到了那个分散 所以在一起 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了 如果你能够退12万财力给我 那这个事情就可以算了 其实我很希望在这个时候 听到两边的家长这样说 这件事情 让他们年轻人去商量 先拿出一个意见 然后大人再来商量 不然的话 你们起点是用包办的方式 然后现在终点 又是一种越位的方式 这一对年轻人从头到尾 都没有成长 如果他对我说的话 他能够当着你们面成人 是难说错了 我可以考虑 这个呢 我倒觉得不是重点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重点 我做下我的感想吧 我对上午我说错的话 表示给你们抱歉 不好意思 第二个事就是 我这个人的性格是 人家能敬我一尺 我觉得能敬别人一丈 但是 如果你我尊重你选择 你都不做出浪步 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商量的遗地 今天到此为止 不用解 不用那个了 一分钱都不会出 那我 我现在我问你 走磨台 你想说的时候 回去跟我说 走磨台下两步 条件分两块 一块是帮大家理清思路 来弄去脉弄清楚 第二块呢 就是在中立这么一个位置 提出一个建议 信任我们筋牌条件 我们拿一个数字出来 供你们去参考 张先生只同意让步三万块 似乎并没有让陈先生感到满意 但陈先生一分钱不退 显然也不能解决问题 在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 我们的调解团队决定 再商量一次 给他们一个参考方案 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胡建云公布了我们的方案 我们重点考虑了这么几方面 一个是我们几位律师 遇过的法院判决 作为一个参考 第二 考虑到年轻人的意见 特别是这个小陈的意见 第三考虑到了现实情况 包括他们年轻人接受时候的年龄段 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十五万的彩礼 我们的意见是退回八万 我们很希望 一方面先把这个彩礼的事情和平半截 另外一方面 年轻人何去何从 把权利交还给他们 特别建议两百年轻人 做不成恋人 做朋友 做不成朋友 不要做仇人 我那个钱就当做我儿子 做学费吧 只要儿子成长了 这个学费我发的值 我就这样说 陈先生 虽然在调解的最后 双方还是没能在彩礼的问题上 达成一致 但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还是收到了张先生的来信 他告诉我们 经过这次调解 他和小张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今后也会以更理性的态度 和陈先生解决彩礼问题 我们也希望回去之后 两家人能够做到好聚好赛 父母要给孩子独自成长的机会 不要过度干预他们的感情 而小陈和小张也要迅速成长 勇敢地面对问题 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